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 在新一輪補就業計劃 兩間連鎖超市集團可能以套餐減價的形式作出回饋 又呼籲企業應該為持久疫情做好準備 政府推出第二期補就業計劃 要求兩大連鎖超市集團惠康和白街 在補貼覆蓋期間作出回饋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 兩間超市需要提供令政府滿意的方案 才會獲批補貼申請 超市可能以套餐形式推出優惠 日落見他們向弱勢社群提供銷售券 社會是有清楚的覺得 他們可以回歸一下社會 我們覺得如果我們做太多 就可能濫殺無辜 但另外一方面這兩個我相信很清楚 還有他們帶頭去做任何事 就是其他的行家都會看著 他們因為減價去回歸社會 用這個方法的話 就是其他的超市可能都要減價 羅志光說在第一期補就業計劃 收到三百多宗有關僱主 拿了津貼的投訴 當局正在跟進 說整個計劃要靠僱主負起責任 如果他在第一期他承諾了不裁員 但是他跟著裁員 我們會考慮在第二期是不批他 如果他那個僱員 他基本上是 譬如整個月都是放無薪假的話 他真的沒有出糧 他沒有出糧的話 那麼我們那個監管制度 我就會看了 如果他沒有出糧 因為我們看六七八月 我們就看他受薪的人數 如果他受薪的人數少了 我們會罰他 另外政府暫時未有計劃 推出第三輪補就業計劃 強調企業應該維持狗疫情 做好準備 無線電視機者陳詠詩報導